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江一化他最後出面宣布他要辭職 為這次的敗選負責 那我們認為 江一化是要負責沒有錯 但是江一化所要負起的責任 絕對不只是在於 為了國民黨的選舉失敗所負責 他應該為他在行政院長任內的所作所為負責 尤其是他應該要為他在三二四的暴力鎮壓來負責 三二四當天因為我所在的區域那邊幾乎是沒有媒體 那警察一進來的時候 幾乎從一開始就使用暴力鎮場 包括使用盾牌、警棍、直接攻擊人 然後還有把群眾拉到警察的人牆裡面圍毆 那我是很難相信 一個一群接受國家這麼精良訓練的警察 會在那個當下自行判斷選擇用暴力攻擊人民 那我也不相信 或許當天的因為長期的執行讓一些警察有情緒失控 但我也不相信說這是他們集體有默契的對人民使用暴力的主因 那我也不相信說任何一個現場的指揮官 他有那個膽量敢下攻擊的指令 所以問題的徵結就在於 從政府高層、從行政院、警政署 一步一步往下的決策過程 是哪一個人、在哪一個環節下了什麼指令 這件事情到現在都沒有被完整公布 那時候因為就是有受到警察攻擊 那我們也提起了自訴 那因為就是我們那個現場是沒有任何的媒體 然後也沒有任何人就是有露營收證 所以其實當我們提出自訴的時候 在尋找證據的部分也遇到很大的困難 那我們也要求就是他們提出就是他們警察的錄影影像這樣子 然後我們從中就是找到警察攻擊我們的證據 然後我們就對他們做這個起訴的動作 那就是除了我提自訴的部分 就是我提自訴之後很快的就收到傳票 然後就是被告違反、妨害公務、妨害資訊 還有入接住居的部分 然後就是到偵察庭就偵察這樣子 然後被告之後其實我的家人就是因為擔心我的人身安全 那其實在之後就是對於我出上街頭 然後為了要對政府表達訴求這件事情就非常反對 然後其實我只是一個跟大家一樣都是平凡人 我有正常的工作 我是一個處施 那因為就是 上課司結束之後 其實這半年來就是我們就是受到非常多的騷擾 包括就是被告 還有我可能就是原本年畢有打算要出國工作的原因 然後因為官司的關係 所以我現在必須先暫停 那就是包括就是我們身後就是其他的被害者就是也有受到很多的困擾 不是說這半年之間這件事好像就是因為大家的不關心 然後就慢慢的結束了 那其實我們就是聯合起來開這個記者會 就是希望就是對江儀化就是他下台之後可以把他的責任理清楚 然後負起他應該承擔的責任 而不是說下台之後這件事情就這樣結束 你要服予新任的行政院長毛治國 服予新任的行政院長毛治國 一直到現在為止 我們的行政體系 我們的檢調體系 都還是在打壓 騷擾 324當天的受害人和當事人 一直到今天為止 我們的行政體系和檢調體系 都還是在打壓還是在騷擾 324行政院事件的當事人 有許多人 有許多人 他們只是當天可能只是路過 他們可能經過在那裡 而且他們可能沒有採取任何的 沒有採取任何的暴力行為 但是他們最後最遭到我們的國家機器 非常殘酷 非常殘酷的對待 那324之後 我們的國家機器也透過各式各樣的方式 不斷地去騷擾這些人 不管是又透過 刑事警察的通知 還是透過傳票 還是透過各種非認識的管道 我們的國家機器都還是在騷擾這些當事人 所以我們要求 我們要求 新任的行政院長毛治國 要停止 停止 接二連三的行政整肅 停止 停止 接二連三的司法爛數 對於江儀化 我們要求 公開決策流程 負起政治責任 對於全台灣的各大專院校 我們要求 要公平正義 我們不要 這種 政學雙七的 蝙蝠人物 第三個訴求 我們要求 新任的行政院長毛治國 要趕快停止 現在正在進行的行政整肅 停止現在正在進行的司法爛數 那以上 就是我們三個訴求 說明三二四 說明三二四 一化別裝飾 一化別裝飾